工作人员把握时间赶紧点超算钱 就快过年了 会有越来越多乡客涌入紫南宫借发财金 有不少乡客赶在过年前离风时段来还钱 就怕塞车更怕欠过年 不要欠过年 大概都要还个两倍以上吧 这样子才有意思 竹山紫南宫在2017年一整年借金4亿多 还金超过6亿元 拥有多年的借金经验 但还是会遇到乡客没有归还发财金 不只紫南宫出借发财金的还有花坛温德宫 不过去年提供5000多人来借600元发财金 但截至目前为止 却还有三成相当于1500多人没还钱 出借发财金庙房都希望相客能记得找时间归还 虽然并非硬性规定 不过彰化普新有宫妙 还是定出了有借有还才能再借的规则 向人借钱本来就要还 更何况是神明 发财金有借有还才不会卡关 三十七五张换南投正好